109学年度UBL大专棒球联赛光开南一级冠军战 3月14日开打 由国立体育大学对向台北市立大学 为球冠军 北师大派出许玉铭先发 主投六局拿下7次三振 全力封锁国体打线 六局换上杨梦源阶梯 稳定控球且无时分表现惊艳全场 北师大投手阵容坚强 万脱手无击可全 四局上北师大严子祥 队长邱吉娜接连安打 送回两分 终者豪蒋中奇展现绝佳长打能力 一口气照天两分 五下国体灵智光突破防线上一垒 积极到垒加上北师大爆船 抢下一分 七局上北师大梁俊恩 适时安打得分 拉上蒋中奇文博玄西手连线 光剑能打再添两分 国体打线始终无法串联 分数皆无尽障 来到酒上北师大毫不客气 王伟安看准十字进攻 送回队友得分 最终8比1中挫国体位置 成功收下冠军宝座 国体则连续两届无缘金杯 冠军战的临场表现对方是确实比我们好 攻守俱佳 满感动的转现他们的韧性 然后创造 21年再度得管的历史 就相信自己把这场报酬过来 很开心啊 为球队为教练达成一个进入 也是达到四强来知道说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进四强了 然后进冠军战的时候 我们又更久之前的局 所以就想说 就是最后一年刚好也拼到这个冠军 所以觉得一切都值得了